哎呦去你看这个大冷面有没有直约 这么热的天照着来上一碗那可老爽了 这个冷面咱们煮之前要个清水给它泡三分钟 把这个打团的给它撕开 冷面的表面有碱给它泡掉之后非常好煮 好吃的关键是这个冷面糖加上半勺的白糖 少许的小苏打用九度的白醋给它吸撕开 放这个小苏打会有老四汽水的口感 冷面吃的口感更加加上少半勺的酱油 净净宽泉水加它多半瓶 少放一点老抽给它调个散 少许的精盐九十九点芝麻 根据各营口味放上一小勺辣椒油 加入调店的老铁再放上一小勺韩式辣椒酱 等一下那小味就上去了 冰箱里冷藏半个小时口感更加 冷面啊必须冷水下锅 开锅之后用筷子给它把拉一下 要不然容易脏锅底 我每天用心的叫老铁们做每道家常菜 有双鸡的话就给小胖点一个吧 感谢大家 冷面用筷子一挑就断条 这个时候就好了 烙出去用凉水偷凉 把这个冷面放在冷面糖里 然后加上黄瓜是西红柿 再放几片红柿一个鸡蛋 必须放上一些橡胎末 离不了的灵魂就是这个辣白菜 怎么样有食欲吗 这要是来上一碗那可老爽了